Prestige的讀者们大家好 我是詹邓紫棋 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表演者跟去当一个类似监制制作人的那个角色 其实那个整个角度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歌者表演者他们的角色其实只是把自己的表演给做好 可是制作人的角色可能你会帮他去看整个大的画面是怎么样 无论是音乐上面你的那个音乐的配乐啊 然后怎么样铺排啊 然后表演上面你要去看的是灯光 连接后面可能是一些舞台效果 然后你在什么时候走去哪里 然后做什么样的动作 可以更加的可以让你的那个音乐也可以看得到那个震撼 其实这些都是制作人要去想的 就是平衡整个大的画面 那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 有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我自己当歌手已经十年了 当一个表演者已经十年了 然后在这十年里面其实很多不同的一些机会可以去跟很厉害的一些 无论是演唱会导演也好 或者是台舞老师也好 或者是我的音乐制作人也好 其实大家在就大家在不同的这些机会里面其实教会了我很多 所以在这一次我要去带领我的队伍里面的五个rappers一起去做一些好的表演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累积的经验其实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一个越成熟的一个无论是音乐人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创作者也好 我觉得越成熟的时候就是你越少自我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创作者你肯定脱离不了自我 你肯定会从我这边开始出发 然后去创作 无论是词曲无论是你做食物 无论是你画画 都是从你的角度去出发 可是当这个东西 你要去给别人听 你要去给别人享受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不能太自我 所以一个成熟的创作者 他其实就要有平衡自己跟观众的这个能力 那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 越有这些制作别人的机会的时候 我自己在表演上面也会更加的成熟 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一直的沉淀的一个过程 因为很多的一些挫折 或者是你看到社会上面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看到一些让人忧伤的一些新闻的时候 你会一次又一次的反思 因为当你太顺利的时候 你会享受 你会变得骄傲 可是当你失去 当你伤痛 当你有这些烦恼 有这些挑战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鼓励自己继续往前走 就是你会在中间不停的反思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这个上帝就是会设计出来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一些高低起伏的经历 就是他给你机会不停的反思 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 也是不停的进化 进化掉 就把你的心变成最纯净的状态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我是一个喜欢创造的人 对 为什么我喜欢做音乐 是因为我可以创造 我可以用音符去创造一个城堡 可是现在我发现 无论是文字也是这样 我是很喜欢文字 我喜欢用文字去创造我的城堡 用文字去当我的武器 然后去温柔地去影响我的听众 对 然后后来我发现 很多不同方面的创造 我也是喜欢的 比方说我也喜欢拍照 拍照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视觉上面的东西 创造你一个感觉出来 又或者我喜欢煮菜 我就觉得煮菜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很美 就很简单的一些食材 你可以把它创造成一个 很美味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一些 有创造在里面的一个过程 我都会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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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